蒋介石他是在1949年1月15日下野之前 把他还可以控制的部队主要都撤退到东南沿海一带 特别是以上海还有福建沿海 然后以台湾为支撑点 希望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可以反攻回去 至于在海南岛有陆续有十多万的国军部队撤到那里 这个地方因为与列州半岛隔着25公里宽的穷州海峡 解换军的四野的40军还有第43军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船只可以渡海 所以一时之间他们也只能隔海星探 海南岛也变成了所谓的反攻跳板 台湾过去对海南岛的撤退 其实相关的说法记载并没有多 对于这一段我以前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搞懂过 后来有一次访问了一位徐建民徐伯伯 他是山东人32军的 他是从青岛撤退到台湾 然后再到海南渝林 这支部队是当时驻守海南岛五个军之一 被四野评估为最具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 那其他的四个军他们四野就认为说 这个战斗力普普还好 其次是渡海作战或岛屿作战 它具有非常强烈的残酷性 因为攻击方还有反手方呢彼此都是一样退迟一步 急无死索 所以如果你没有把对方赶下海 那就是自己下海 我很久以前就听过一位老兵在讲解放军渡海的时候 他看到有数千人在沙滩上面被拘束 武器全部都架在旁边 国军在一旁看守 结果突然间有另外的解放军或接应的土共打过来 这些原本已经投降的登陆部队 就突然间冲过去拿起武器 很快的国军就溃败了 那在稍早之前 周三在浙江沿海的周三的部队也开始收缩 所以那个时候蒋经国他特别发表了谈话 说海南还有周三的撤军是为了台湾第一 所以我们现在也常常看到有人在讲台湾那么晚 所以一直其实跟蒋经国讲的有点不一样 可是味道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刚老谈说这个青岛的部队撤退到了台湾 台湾又分了一些部队到海南 像这样子的国军他的这个布局 他是怎么样的规划 1949年10月29日 蒋介石那个时候才开始决定说 要把驻守海南岛的国军进行整变 撤销了南天王陈济长 他的海南特区警备司令部 另外再成立了海南防卫总司令部 并且任命薛越 就是打过三次长沙回战的薛越 任命为总司令 薛越的司令部 它下面有62军 63军 64军 32军 还有第四军 合计是五个军 大概十多万人 这里面有相当比例是乐系的部队 也就是广东部队 例如第四军就是以广东人为主 另外像32军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薛波波 他们的部队是青岛 以山东人为主 那在薛越的指挥下 他们在海南岛建构了这个环域公式 再加上那个时候国军还有五十多艘的军舰 三十多架的飞机也部署在海南岛这边 所以薛越讲说 它的这个柏林环线是非常的坚固 而且是有陆海空立体环域体系 可以抵抗得掉 老谭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在海南岛布防的是 主要是乐系的部队 主要是 那我们之前也比较少提到说 这个乐系部队它的组成 所以可以请老谭帮我们稍微聊一下 它的这个组成 讲到这里 我们还是要先简单的先回顾一下 就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蒋桂之争 就是蒋介石跟桂系 就是蒋桂之争 另外还有两管事变 这些都涉及到国民党 他们那个时候内部的分裂 像两管事变里面的陈济堂 它是有南天王的称号 至于像桂系 它的影响力更大 领导人是李忠仁还有白冲喜 那现在因为局势的关系 所以两管的军人这些将领 纷纷的就近推到海南岛 像李忠仁回忆录里面 他就提到 他说白冲喜在1949年12月3日 他因为这个部队溃上了 所以就自身飞往海南岛 和退往海南岛的越级将领 陈济堂 与汉摩 薛月 他们就一起开始会上 要怎么样子还守海南岛 这个时候 他说国军还有不少的舰艇 空军也还算完整 解放军海空都缺 一时想要渡海 也并不容易 所以如果那个时候 国民政府想要坚守海南岛 还有台湾这两个岛的话 苦成待变 还是会有机会的 而且在海南岛反攻的话 其实会比台湾更容易 李忠仁说 可惜守海南岛 并不是蒋介石他的心愿 因为他的着重点仍然是在美元 那那个时候美国国会 已经通过了7500万美元的原划款项 蒋介石希望造成一个事实 也就是美国如果他要原划的话 只能有支持一家别无分店 而台湾已经被蒋介石所控制的 所以他命令把海南岛的部队全部都撤到台湾 不要再有等于说第二个国民政府 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命令海南岛的守军 全部都撤往台湾 那所以呢 解放军他就没有特别的动用武力 就可以很顺利的渡过穷州海峡 占领了海南岛 所以刚刚老谈提到的 这个是李忠仁他在回忧录里面的说法 是 那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吗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徐伯伯 他是32军 从青岛到台湾再到海南 他自己讲说 他们那时候在海南岛 吃的是美元的面粉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看起来 这些美元其实还是有进入到海南岛 所以说事实上 他们在那边的守军有吃到美元面粉 那国军应该武器装备也是有特别去关照的 怎么会守不住 那就跟李忠仁他的说法 好像是 有点抵触 对 他说可能是我故意要放弃海南岛这样 严格说 李忠仁的这个讲法呢 也不是完全空穴来封 因为老奖也一定多少会提反这一点 因为在海南岛的降临呢 多半都是不太听他话的人 比如像薛悦还有余翰摩 他们在老奖下野之后呢 其实都是支持李忠仁的 可是呢 如果要讲到说守不了海南岛呢 其实真正最主要原因 我觉得还是在于军队里面他派系的问题 不要说抵抗四野渡海 因为连在海南岛内部的土共 像冯白吉余 他的部队通通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围剿 所以说那时候海南岛上面 其实也有就是共军在流动 这个又关系到说派系 国民党军队的派系 是比如说像是32军 他的军长是赵领 他到了海南岛之后呢 他就有看上的嫌疑 不是那么的听南天王陈济坛他的话 所以有一次他到台湾 就被留下来了 那军长就变成李玉坛 所以这些将领的名字 坦白说我们都很陌生 可是其实他们都是名将 以那个时候的调整 所以老坛特别提到他们 其实他们都是名将 都是会打仗的将领 对对对 对我而言 这个海南岛战役最有故事性的地方 其实还不是在整个战斗的过程 那我们知道对解放军而言 他当然主要是牧船渡海 用牧船打军舰 这些传奇 可是对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而言 最主要是在这个第二大岛 一下子来那么多的各路大神 比如说像是白虫席 陈济坛 薛岳 余汉摩 甚至也还有像李玉坛这样子的将领 而这些像这位将领 他是山东山底之一 他来台湾以后被枪毙 所以这段海南岛的撤退 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说的 也可以拉罢我们的节目的战略众生 老谭刚刚有提到说 今天帮我们留了一个伏笔 所以以后我们可以来好好的聊聊 这个所谓的这些 整个节目的战略众生 但我们可以比较少知道的是 台湾很少提海南岛撤退 那包括有这么多名将 整个聚集在这个岛上 主要这个主题就是这场海南岛的战役了 老谭刚也有提到说 是用牧船来渡海打军舰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说 这个解放军他到底怎么打 1949年12月8日 中共中央军委那时候发布的命令 就是要第四野战军 用第四十三军 还有第四十军来攻打海南岛 而且是要求说 在隔一年的春夏两季之内 要把它给解决掉 于是第四野战军 有11万人就开始部署了渡海作战 从1949年的年底 就在联州半岛其中开始准备 我们知道解放军在1949年11月 他打金门吃力 紧接着是登步岛的作战 又失败了 于是就检讨失败的原因 解放军学到的教训就是 登陆的兵力不可以太小 还有就是海上的操舟能力 也一定要加强 绝对不可以轻举万动 侥幸取胜的思想 所以解放军在海南岛 发动他们的攻击之前 前后训练了三个月 他才决定要进攻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古宁头战役 对不管是解放军 或对国军来讲 其实他这个吸取这个经验 跟教训的影响都非常的大 大陆有一本书是海南之战 这本书后半月有大概180多页 全部都是当年的档案资料 这里面有提到 那个时候解放军 以几乎很少的整个中国大陆 现在要视野的第40军 还有43军负责去打海南岛 因为是渡海 所以引发了很多人的情绪 认为说战争都已经要结束了 怎么还轮到他们 或者说渡海作战很危险 这个想东想西的 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 部队才基本掌握了海上作战的技巧 培训了200多名的机航船的驾驶员 还有6000名的水手 另外还征集了2100多艘的木船 还钓运了1万多顿各种的军用物资 1951年3月6日 第40军118师352团有一个加强营 正式的跨越的穷州海下登岛成功 突破了所谓血月的海陆空立体环域 固落金汤的柏林环线 像老谭刚刚提到的说 你确定这些都是木船吗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觉得木船 怎么可能达不成 我之前访问过一位李远丹李伯伯 他是四川江津人 他在1950年的时候是在永林县上面 他说大海中的这些木船 因为很小 所以其实不好打中 因为会起起伏伏 你除非刚好打在船船以下 否则就是从船体穿越过去 顶多就是有人受伤 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大家可能比较无法想象 就好像说是雄山飞弹穿过渔船一样 所以你速度太快了 这渔船它的结构又比较薄 就一打就过 那木船也是一样有这样的道理 那你如果用机枪扫射 更不好把这些帆船给集成 而且穷州海峡它也不宽 只有30度公里 就算受伤了 稍微划快一点努力一点 还是可以到得了对岸 那如果你要去钻集的话 这可以集成 可是呢因为对方的帆船或这些木船 其实都专有重机枪或者火箭弹之类的 你一靠近就会挨打 那再加上国军的军舰 船嫌比较高 其实火炮是有死角的 所以近距离不容易打 总之呢到最后就是四面八方 全部都围上来 你打又打不成 又可能会被挨打 就只好撤退 打了就没开门 开门又没把帆船打不成 我们前面两集呢 讲到一江山战役的时候 也有提到类似的情况就是准备要登陆的木科船 它在中弹之后呢 木头呢是一片一片的被穴去 不见得会立刻沉没 因为木船都有这些特性 所以当时视野就征集了两千多艘的木科船 开始展开训练 而且还告诉大家说 日本当年清华要打海南岛的时候 第一次出动的是军舰 不能直接靠岸而失败 第二次是改用帆船 它才成功 所以也等于说要给了大家很多的信心 可是当时国军我们知道 他有军舰在海南岛周边 而且军舰的炮弹 其实是比机枪还要再更厉害的 所以像解放军船用木船来渡海的话 他们自己不会有心理上的压力吗 你会有这个疑虑 那个时候这些准备要渡海的解放军 他们多半一辈子都没有看过海 所以他们的疑虑绝对会比你更多 大陆的资料的确是有提到这一点 就是他们讲说 那个时候大家都最畏惧的是军舰的问题 都认为说驾驶木船要去面对军舰 简直就是忌惮碰石头 可是那这样子就必须要下一番功夫 去帮他们做一些心理上面教育 那他们要怎么做 所以呢就告诉大家说 木船的好处是目标小轻便 还有就是如果遇到风的话 其实速度快可以直接靠岸 至于说军舰虽然有甘甲 可是呢因为笨重声音大 所以可以很早的你就可以发现它 那只要靠的够近以多胜少 比如说搭法是三艘机翻船打一艘战舰 所以说这个就是以多咬死相的概念 那其实我们知道最近两岸的这个军舰艇 有在这个台海周边对峙 对那也有很多民众说 就国军的舰艇比较小 比较灵巧那解放军的舰艇比较大 所以他们是比较笨重的 那这个说法是不是也成立呢 你这样说 其实是我们读历史最大的乐趣 因为发现到说人性的思维其实都一样 那我们这个我们不错了 总之呢就是在解决了使用渡船渡海的恐惧 还有消除了对军舰的这种疑虑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大家都在担心说敌人在岸上 那他们是坐着木船 那如果说登陆的时候一定还是会下海 这个时候如果对方一开枪 他们在水里面又跑不动 不就是一打就全岛 对于这些疑虑呢 是以为他的做法是告诉大家说 海南岛全岛游就差不多3100公里 你想想看这个国军 国民党的部队才5万10万人 一个人要守多长 所以呢只要选择好地点 一定都是能够登岸的 这让我们想到那个诺曼地登陆的情况 我们也看过很多电影 就是那个火力的覆盖 然后抢摊的困难 那所以说像解放军 他是有提前做一些准备 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相关的历史的证据 可以提供给我们 其实像我们现在搜寻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 如果你去搜海南岛战役 就会出现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就是几位解放军 那个时候他们视野的军人 就是裸子上半身泡在海水里 而且是架子机枪在做射击练习 另外呢在大局登陆之前呢 他们还用刚才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小波偷渡的方式呢 把小部队一个营一个营的送到海南岛 加入了冯白居的琼崖重队 那具体的过程呢 是从3月6日开始 先是一个营 然后接下来是一支部队 然后又是一个加强营 这样子慢慢的到了3月27日 变成是一个加强团 这样子前前后后架起来 在正式的发动攻击之前 已经送了一个师的兵力 对象说那个时候国军也都有海陆夹击 可是呢其实到最后多半都还是登陆成功 所以像这样子化整为林的做法 其实送上去的部队不能算少 一个师的部队 那刚刚老谭也有提到说 这也关系到说 因为海南岛它其实海岸线也很长 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可以 就是找到这个破口可以上岸这样子 那国军呢 国军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作为去抵挡住 当时的报纸比如像中央日报都不断的报道 空军对聂州半岛执行诈射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空军呢 基本上是战力保存最完整的 比如像在海南岛战役的前夕 1950年的2月14日 那时候有一则新闻非常的有意思 他说空军通知大陆十大城市的民众 要紧速的远离轰炸目标 因为我们要针对这些重要的目标进行轰炸了 所以说他这样子的大规模的去宣布 去跟十大城市说我们要来轰炸了 那当然重点其实雷州半岛这个部分 他一定是着重的去做轰炸行动 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针对上海南京 还有广州之类的城市 至于像雷州半岛呢 主要是针对四野他们要渡海的前进基地 进行战略性的轰炸 所以那个时候像在2月11日的报纸 他还讲就是血月已经进入了某一个港口指挥 因为海南岛的物迹即将要到来 所以连日出动了海空军 还殲灭了五指山的过半的土共 还摧毁了多少艘的这种募川等等 反正就是宣称打得非常的好 那海南岛的防卫部呢 绝对的乐观 还希望说大家绝对不要听信谣言 海南防卫部绝对乐观 希望大家不要听信谣言 其实老谭常常提到认知战防备的重要性 当然老谭不是只现在 我们是只谈历史 那回到海南岛的这个战场上面 血月对海南岛的这个防备的信心 是从何而来的 既然守海南岛没有问题 为什么会从海南岛最后是决定要撤退 1950年2月那个时候的新闻有说 海南防卫的部署已经完成 五指山的土共也就是冯白居的部队 号称虽然有五个师 可是只有大概一万人左右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老弱妇孺 他们在作战的时候 是直立的进退 好像300年前的作战方式 而且他的枪械非常的老旧 你在白米之内开枪的话 顶多也只能把人给打伤 所以已经被剿灭了过半 那至于像联州半岛 因为缺乏两岗 所以全部的都在国军的海空军的打击范围之内 没办法作为大兵团的运用 虽然最近有一些小规模的四野的部队 五次的偷渡成功 可是北方人不按水性 一出海就晕船 在接近沿海的时候 经过泡兵的打击 小船幻动的更厉害 所以都是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之下 就全部通通都被俘虏 像四野这样子 海战能力被形容得这么差 那个时候应该是说 他们还在训练的时候 所以北方人他就像赤壁之战一样 不太会打水仗 那像冯白鞠的部队也被评估成 是类似像老弱残兵这种感觉 那为什么当时海南岛的手机 没有全部把他们就全部打掉 我们讲渡海会晕船 这个是一定会有的 像在海南自战这本书里面 其实就有提到 有些可能晕船的高达90% 也有像10% 那当然还是看距离眼镜等等 至于红白鞠他的部队 为什么国军没有办法清除 我们前面提到的 比如说像是46军 46师的祝伯伯 他说那个时候他们的部队 虽然方号很多 可是几乎都是空架子 像他们那个点 就只有30多个人而已 他载60炮炮牌 一个牌规定本来要有四门炮 可是他们只有四个人 所以他们就一门炮 就是两个人台炮 两个人背着炮弹 所有的火力就是如此而已 虽然人人有枪 可是兵力不足 所以他们要前进屋子山的 这种山山茂林 根本打不进去 像30个人 其实连一个正常的牌 就差不多这个数量了 对啊 那像那个60炮又其实很重 以前国军都那个 等于是牌的基本火力的一个单位 所以像这样子海南守军攻不进深山 那不是就等待立英外合了吗 应该像薛悦这种名将 不会犯这种错误 主要是因为退到海南的国军部队 基本上都是残部 很多装备都已经在大陆丢了 如果我们从事后来看的话 海南的角购 或者所谓的柏林防线 其实都没有像报纸 那个时候说的那么的神 总之呢 不管怎么样 经过了三个月的训练 再加上之前有几次的小规模的部队 渡海成功 到了1950年的4月16日 四野的部队 终于大局登陆 祝伯伯说 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一个脸 就只有30多个人 在四野他们渡海的时候 他们打了左边就顾不到右边 打了右边顾不到左边 因为他们那个脸呢 就只有一挺轻机枪 很快的就被往后推 报纸呢 那个时候则是说 渡海的部队大部分都被击灭 薛悦呢还热令 要求残余的渡海部队 限期投降 否则要全部的击灭 接着又有报纸继续的刊登 登陆的林彪部队 被击灭了1万多人 还有3000多人在玩看 而且这个是林彪 从东北残区华南以来 首次遇到的严重失败 也是金门战役以来 最大的胜利 像他们这个 国军那时候算是残佈 对不对 他的那个武器 你说一挺轻机枪而已 林彪这样子 等于说他是从北方一路打下来 算是第一次的惨败吗 还是说他这个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大规模渡海的作战 跟这个大陆在北方作战是完全 其实四野渡江之后也有被打败过 这个是事实 通常我们都在讲 这次的失败呢 算是白崇西的部队 在打了青树坪战役 这个之后我们会说 那至于海南岛呢 应该没有像薛悦所说的这个样子 由于这次是四野的大规模渡海 所以薛悦在知道了以后呢 集掉了五个失的兵力 其中爆发32军 在4月19日 由鸡家海口陈子汽车 向城脉这个地区要辞悦 希望能够在城脉的附近 能够去歼灭四野的第43军登陆部队 解放军的第15冰团司令邓华 他在知道歇悦把所有的预备队都用上了以后呢 他认为说这个是一次性歼灭国军的最好时机 所以要再把所有的登陆部队也集中在自己 准备进行歼灭战 所以到了4月20日 四野的43军1284 他们开始在皇族还有美庭这个地方 跟国军的32军开始接触了 你包围我 我包围你 然后大家在反包围 打得非常的惨烈 所以说像这样 连薛悦都把预备队派上战场了 那就是一个大决战 这是海南岛战役的大决战 是可以这么的说 也就是我们一般人在说的美庭之战或美庭战役 到了4月22日 台湾的中央日报 那个时候在报道 就是说海南国军在总攻之下 被围困在美人县 三区的有6000名共军 有2000人被击毙 4000人投降 李玉堂的部队 也就是32军 俘虏缴获了大概3000多支的枪械 可是实际上到了4月22日 也就是在当天的下午 薛悦下令说全线的撤退 并且还搭了飞机到台湾 要求蒋介石拍军舰到榆林进行撤退 所以在4月24日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国军那时候已经彻底海口 海南防卫部 就转迁移到海南的最南部 也就是榆林 我们一般都说 登陆的部队 在登陆滩头的时候 很容易受到繁锁班的火力覆盖 像这次四野在登陆海南岛的时候 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形 国军在围艰滩头 准备要突围的四野部队的时候 附近山区的红白鞠部队前来接应 而且报纸是用四个字来形容 说他们是集齿而至 很快的就赶到 在敌众五广 局势恶化非常的快 为了要缩挡繁线呢 于是从尘埋 还有美亭这些地方撤离 这一点就其实有回应到 刚老谭一开始说 有老兵说 这个数千的登陆部队 虽然他上来之后投降了 武器也摆在旁边 可是 冯拜聚会部队刚好可能过来了 是 这些人就反而又拿起 现场的武器 又开始反击了 这局势就整个就转变了 因为这一段 我其实是很久以前 听一位老兵在讲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 所以我也没有去记录 但我一直对他的这段说法 印象深刻 总之呢 海南岛的海口 这一代很快的就被突破了 那局面失控之后呢 报纸风向就开始转变了 那时候有军事专家的分析文 说海南的军事资源缺乏 再加上冯白鞠 在海南岛的 有十年以上的经营 所以国军互被受敌 要进行大决战呢 是兵家大计 不适合在这个地方 彼此消耗 那另外呢 报纸还说 尽管海南岛是东南亚的主要基地 可是对台湾不是主要的战场 从财政 军事的考量呢 台湾在海南进行消耗战 是没有必要性的 而且呢 海南也尽了掩护的职责 让台湾可以确保无语 军事专家他在这个时候写这个分析报道 显然就是在替这个风向变化 开始要打预防针了 对 那这样听起来呢 战士从开始的全部歼灭 然后炸了多少的木船 国军在战场上的这些数字上面 可能还是有一些灌水的成分在啦 不然也不会有这样子的舆论 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在海南岛的确是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是需要撤退的 对 就是逆转的太快了 嗯哼 对 从海南岛战役来看呢 的确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了 海上撤退会发生的这种悲惨的故事 那这种故事其实是还蛮多的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一下 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最主要比如说像船只不够 或者说来不及爬上船 那很多人就掉到海底 甚至于就把枪给抛掉了 想办法爬上去 这种我们就不多说了 总之呢海南岛战役呢 打到这个时候呢 除了越系降临 比如像薛岳来台之外 像鱼汉摩 陈契坛 他们也先后来台 过去在大陆 能与蒋介石相抗衡的贵系名将白崇喜 他也来了台湾 那从这一点来看呢 过去很多降临呢 在大陆 并不是跟蒋介石那么的契合 甚至还可以说是正底 所以李中人才会讲说 老蒋不是那么的想要收海南岛 虽然他讲这个话呢 有点不够客观 可是四野那个时候 如果没有在春夏之际 拿下了海南 那接下来我们知道 6月马韩就发生了寒战 那个时候等于说解放军 就没有机会再拿海南了 所以呢 海南如果还在蒋介石手上 也许可以跟台湾互为一脚 可是呢 也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国民政府 因为后续的演变真的没有人知道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那个时候蒋介石在台湾 他的兵力不足 比如说像这次在海南岛的32军 也是刘安琪从南东青岛带出来的 32军这个部队呢 经过台湾基隆的时候 想要去补给 就是加个水啊什么等等 基隆要塞都拒绝 都不让他们下船 你就可以知道说 那个时候国军里面的这种派系问题 是非常的严重 刘安琪停留在台湾的时候 澄澄还千拜托万拜托 说希望能够留下一个军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连一个师都没有 没有兵力 其实就没有实力 这个是近现在中国 现实的一个铁律 也是海南岛撤退的最好的写照 所以我们刚听老谈这样讲 历史它其实就是结果论 在过程中如果出现了 什么样的变化 或是一个决定 它可能就变成 之后的蝴蝶效应一样 甚至出现第二个国民政府 这种都有存在的可能 但现在我们知道就是 最后的结果是变成这样 海南岛撤退 然后国军都待在台湾了这样 那我们知道 在1950年5月13日 从舟山的机场 先后起飞了81架次的飞机 对大陆的沿岸阵地 开始进行轰炸扫射 在舟山的十多万大军 很多人都以为 那个时候要开始反攻了 因为空军在舟山本岛附近的 一个叫做戴山岛 挖了4000万的银元 刚刚修建好的一座 可以供B24轰炸机起飞的 水泥大跑道 大家都认为 跑道完工以后 就是开始要反攻 哪里知道 登了船以后 抵达了地点 竟然是基隆 坐船两天一夜 到基隆 基隆往下船 那类似的 不得大部分 不是高雄 就是基隆 我之前访问过一位史伯伯 他家是住在舟山沈家门 13岁的时候 他被带过来 之后呢 进入了52军 他说撤退的时候 18、9岁、20岁左右的年轻人 想到这个家 爹娘也踏不到了 家也回不去了 我叫啊 哭 我要回家 我也要回家 那个部队长官 有的长官就在下面呢 把他撞起来 撞起来就不见了 来了吗 把布袋一撞 往海的海洋丢 那类似的 冤死人很多 有一位舟山定海人 林伯伯 他是跟着67军过来 是志愿的 可是他也说 撤退的时候非常的惨 他亲眼看到了 有人跳海被打死 那就是很悲惨 会游泳的嘛 就跳到海里游泳 就把他挡死 我亲眼看到 有一个小轮船 他用炸电 啪 把他炸掉 这一次的撤退呢 应该是国共战争 一次性撤退人数最多的一次 所以一定会引起很多的质疑 因为那个时候蒋介石 手上仅存不多的部队 有三分之一集中在周三岛 能打的也几乎都掉过来 比如说像是刘豫章的52军 还有经过古宁头战役洗礼的 12兵团第19军 可以想见 那个时候撤退对心理的冲击 会有多么的大 那总之呢 为了要安定民心士气 所以报纸突然之间就刊登了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 标题是 周三国军为什么要撤退 而他这封信呢 是答复一位反对撤退者的信 里面出了肯定周三撤退的成功 蒋经国还说 你在信里面问我说 周三的撤退是不是表示国军的力量不够 蒋经国他说 我应该很坦白的回答 是的 可以这么的说 过去军事战的失败 在于许多降临缺乏眼光 想装好汉 应退不退 应进不进 才被各个击破 今后我们绝对不能再打 没有把握 没有准备 以及地形与我不利的战 老谈之前有说过 进攻难 撤退更难 前一期国共在登部岛写战的时候 有提过 三野21军61师师长 虎伟的撤退 那本书的标题是说 成功撤出就是胜利 我不了解的是 国军在登部岛 打赢三野虎伟的第61师 可是 为什么又要撤退 蒋经国说 那个时候相隔1700马的对岸 共军集结了40万的部队 有3000多艘可以运输的船只 另外还有大大小小 200多架的飞机 在这样的威胁下 做大部队的撤退 的确可能会造成非常不幸的后果 可是过去的军事失败 就是在于不肯冒阴茂的危机 更不敢冒大险 过去的失败 不但不能进 而且是不能好好的退 现在是不一样 可以迅速秘密有效的撤退 代表军队还有政府 是不断的在进步还有改善 果然就像是前面说的 成功撤出就是胜利 那时候的情报有这么准确吗 就是已经真的到这么危急的情况 其实周三撤退的整个背景 简单的说就是三亿 他在登陆岛战役之后 仍然想要准备拿下周三 因为他们必须要打通上海 等等这些港口被封锁的这种情况 负责主持攻导的是树玉 他们在1950年的4月初 树玉决定动用6个军 20万人还有大概50多架的飞机 可供一次性 载10万人的木船 大概2000多艘 预定在6月初开始发动进攻 后来又因为军力发生变化 所以决定改在6月中旬 或者说7月才发起攻击 另外一个时间点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海南岛战役 因为四野很顺利的攻占了海南岛 此外周三距离台湾也太远 居民人数加强有70多万人 补给困难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财政负担是很重的 再加上国军那个时候 也逐渐失去了 对周三这一代的制空权 还有制海权 所以蒋介石才决定说 要撤军来保全他的战力 所以登部岛战役结束 才短短的半年 局势变化如此之快 之前其实也还没有听说过 就是解放军出动空军 一下子就变出来这么多件 因为在登部岛战役结束后 术豫建议应该先加行发展海空军 在作战的时候 用海空力量先实施 殲灭性的打击 然后再以陆军的优势兵力 来夺取周三 毛泽东于是就把 成立不久的海空军 抽雕的部分过来支援 可是重点不是在于数量 关键点是苏联援助了 米格15喷射机 性能碾压当时的国军 所使用的螺旋桨的飞机 我们现在翻单纸的报纸可以看到 都是报道空军今天炸哪个地方 昨天又炸哪里 一直到了1950年3月20还有21日 都还刊登说对上海周遭的几个机场 进行威力搜索 没有想到苏联援助的第一批米格15 却在3月底悄悄的进驻了上海 我们知道空军的军机只要有代差 它那个性能效果 或是说它的攻击能力 或是防御能力就差很多了 意思就代表说解放军 它要开始进行一些动作 或是要做翻转了吗 空军很有名的第四大队 第22中队 东队长是李长泰少校 他在4月2日带着辽机去征选 结果李长泰在浙江嘉兴附近 就被击落 王宝翔驾驶的辽机也被击伤 勉强飞到了寒州湾就跳伞 被在附近巡异的海军太召舰给救起来 为了要搞清楚解放军的空军实力 国府空军四大队在4月8日 一次性的出动了12架的飞机 结果陈森林善卫 后来他做到了参谋中长 他那个时候发现了上海江湾机场 有几架的后裂域的飞机 起飞以后向西飞走 而且他们怎么追都追不上 螺旋桨的飞机 其实要追噴射其实肯定追不上 那后来呢 之后空军派出了第12侦察中队 两架RF-5侦察机 在4月10日的上午 飞到了大陆进行征照 其中有一架是由征照之神称呼的 甘宝浦所驾驶 我们前面讲大城岛撤退的那一集 提过国防部长于大卫 他搭乘的就是甘宝浦驾驶的飞机去征照 回来以后就对老讲说 一定要赶快撤退 拿回来讲 就是甘宝浦他架的飞机呢 就冲到了上海大厂机场 征照到地面上停泛的米格15的G群 他怀疑说会不会是模型机 所以又大胆的就是吊断机头 再度飞回来沿地重新征照 这个时候呢 地面上的米格15机群呢 因为曝光 所以就全部都已经疏散了 那这个时候国军已经收到情报了 他们是怎么样的应对呢 蒋介石是在4月27日到周三定海 陪同的还有美国退役海军上将 库克上将 他在周三听取了国共双方的这些军情的简报之后呢 蒋介石在4月29日回到台湾 没有几天呢 5月5日 就是大量的轰炸机就飞到了宁波 去炸一个怪机场 为什么会用怪机场来形容 因为为了要配合米格15的进驻 定海对面的宁波呢 那个时候修建了一个跟传统不一样的机场 那个时候大家对喷气飞机或喷射机了解不多 所以没有联想太多 那现在呢 刚宝普他征照到了米格15机群 那以他的这个照片印证 就足以判定 这个怪机场呢 就是要给米格15使用 目的是要夺取舟山的制空权 可是呢 在舟山不知情的人 就还在七水八泽的这边讨论说 大量的机群的起飞 马上就可以在哪个地方登陆 以为是反攻的前奏 实际上呢 蒋介石那个时候已经决心要弃手舟山 之所以要先大规模的轰炸宁波机场 就是主要要让米格15 还没办法在使用宁波机场以前 可以比较聪拢的撤退 所以我们好奇的是 就是为什么要撤退这件事情 虽然蒋经国的公开信已经坦诚 我们国军的兵力不够 可是又集结重兵在舟山 国军最能打的部队包括了52军 67军 19军都在舟山 是 怎么突然又这个想法急转弯的撤退 其实我觉得对梁蒋来说应该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 那决定这个舟山的撤退又是怎么样的过程 现在比较清楚的是 美国退休海军上将 科克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 他在1950年的2月来到台湾 因为过去二战的关系 他很快的就获得蒋介石的信任 4月27日 他与蒋介石一起去周三群岛进行考察 根据学者林孝廷的说法 他有一本书叫意外的国度 他里面说 当时蒋介石还有手下的将领 都认为周三群岛对台湾的防卫 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不过科克却建议 尽管放弃周三会造成国军士气的重挫 可是台北必须要赶快下令撤退 而且一定要在6月1日以前完成 他的理由是 到时候稳定的天气 会让共军可以掌握周三群岛那边的控忧 而且最新的情报显示 在上海还有韩州一带的机场 都已经配备了先进的雷达 还有防空炮等等 甚至以最新的这种探射机 也都已经进驻了 具有明显的海空军的优势 不能透过6月1号 因为气候会转好 这跟我们前面提到说 术玉准备在6月中旬或7月 发动攻击的计划 其实是谋合的 所以老蒋在4月27日 周三群回来之后 他在4月30日 他就决定说要气首周三 有一本书是周三撤退机密档案 对于这一段其实有比较详细的分析 很合理 这本书的作者是陈鼎 他说老蒋在4月30日下了决心 为什么会到5月10日才终于排版 因为高级将领全部都反对 陈臣反对 参谋中长周智柔也反对 5月10日照见时觉 时觉他也反对 所以蒋介石必须要花一些时间来摆平 在作战的时候保留这个有声战力 尤其是最能打的部队都在这里了 其实这是很关键的 那为什么将领都不支持 这可以分两点来说 第一点就是军事上的考量 撤退会失去了反空的跳板 因为海南岛已经丢了 距离大陆最近的 而且是面积比较大的 就只剩下周三 周三固然不好守 可是相对的因为距离近也好进攻 第二点其实是情感的问题 这点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柯克他才会讲 尽管犯弃周三会重挫国军的士气 可是蒋介石必须要立即的下定撤离 在周三大撤退的前几天 1950年5月4日 新闻报道还特别的报道说 周三的部队宣示要适时的保卫 同时还刊登了蒋经国去视察周三 说大家都情愿战气 有人甚至因为设计不好 就愤而自杀 还有人把自己的右拇指给剁掉 改用左拇指来设计 所以报纸真的是这样写的 实在是很难让人家相信 这会不会有点太夸张 因为宣传的吊子拉得太高 突然急转关难免会有离心地 所以以至于蒋经国他必须要发表公开信 还说周三的撤退会使得失败主义者更倾向于失败 动摇分子更加的动摇 也被刺激民心 在精神上的损失很大 可是假使周三的军队全部被歼灭 而台湾又保不住 那后果又比周三的撤退严重更多 所以任何统帅部 就是统帅人在做最高决策的时候 必须要把握住大方针 对于所谓的刺激失望 影响这些感情的这种作用 是不能够作为决定性的因素 蒋经国说 在周三撤退 难免会对感情出现刺激失望以及影响 这番话虽然有它的道理在 那老谈友问到说有相关的故事 可以证明这一段 使之方勃勃看到的景象 他说 18、9岁、20岁左右的人青人 想到这个家 爹娘也看不到了 家也回不去了 我叫啊 或我要回家 那个部队长官 有的长官去下面 把他踏起来 往海的海洋丢 另外有一位是52军的罗哲佩罗伯伯 他是在登布导战役之后 随军来到了周三 他也说 那个时候能够重新看到大陆河山 心情其实是相当感触良多 我们对照前面的说法 大家都以为 戴山机场的跑道修好了 就可以返工了 然后可以回家了 可是现在突然间要离开 很多人才会不想走 也许我们现在很难想象 就是那时候为什么会有士兵不想走 不过许多高级降临之所以会反对 相信应该也是多少有顾虑到 或考量到基层的这种想法 只是那个时候 报纸他比较不会去公开这些最底层的看法 那这也可以理解 这样子我们就比较了解了 可是我们更想要知道的是 那时候的撤退具体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 实觉是那个时候浙江省省主席兼周三防卫司令部的司令 根据石杰的口述 他是5月10日 他说5月10日国防部根据最高统帅的决心 转移周三地区的陆海空军要集中到台湾 而且立刻策定计划 那为了保命的代号是美元及日本赔偿物资运输计划 他在那天围到定海 为了要兼顾机密还有维持士气 所以用准备队发动攻势作战为名 下定所有的粮食弹药都先秘密的运到船间上面 然后因应部队的转移需要 然后就把所有的通讯都关闭 控制码头全面的戒业 准备要撤退了 可是却以准备发动攻势作战为名义 难怪岛上的军民是不是他那个情绪 本来就之前就已经有在酝酿了 没有办法反应过来 到了5月11日 参谋次长郭基教飞到定海 面授蒋介石的口头命令还有守令 他里面说撤军的时候要防备突然之间来轰炸 这是我们的运输船舰 要比防范陆军渡海来攻击本岛更为重要 所以要重塑的准备 这些舰艇不可以停泊的太拥挤 一定要尽量的疏伤 从12日的晚间要开始任舰 并且在15日最迟到16日的上午 一定要完成全部的工作 毕竟周三离浙江很近 要小心谨慎严防被突袭 这也是一门考验降临成功撤退的一个课题 根据那个时候军文社的记者刘亦夫的说法 就是11日的晚间 海上的低空开始有误 入月之后海军舰艇开始炮轰 检犯军控制的岛屿 除了封锁国军的撤退行动 又增加了急要马上反攻的气氛 到了5月12日 时觉开始督促前沿岛屿 就是反攻救国军 要掀起反攻 在大陆建立根据地 5月13日有81架次的飞机 还有军舰速食骚 就是开始进行轰炸炮击 然后远程的炮火 不断的轰击 就是制造那种假象出来 所以这反而变成以禁为退 这种兵不厌诈的谋略 其实已经运用到几次 这次的撤退其实是极为的机密 所以5月13日台湾来的80多艘的运速船舰 巧巧的就风波在周三指定的海域 晚间七点开始 机动兵团还有特种兵团开始散船 定海本岛的守备兵团 是在第二天晚间开始撤退 第三天是周三群岛 其他周边的一些岛屿的守备部队 开始登船 他们所有登船的时间 都是从傍晚七点到次日的扶晓六点 就在这个时间进行 扶晓前船子一定要离岸 这样子秘密的进行 一直到16日撤退完毕 部队都撤走了 之前花大钱兴建的飞机跑道该怎么办 根据刘义夫的说法 就是16日的下午 十九军的军长刘云翰带了两个团来戴上 掩护最后一批人撤退 然后兵工就在花了4000万银元 修建的水泥大跑道 周遭就买了炸药 傍晚6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参谋次长郭基教 还有海军总司令的贵永青 还有柯克将军通通都来了 就是达成最后一架飞机起飞 然后他说他看到那条跑道 就随后就在散散的火关中开始爆破 所以那条花了4000万银元修建的大跑道 最后是在散散火关中被爆破 本来是反攻的一个具体的象征 对军民来讲心理上面也有一个意义存在 没想到最后是这样子被整个毁掉 这次的周三撤退 其实到底最后撤出了多少的军民 根据实觉的说法 撤出的部队是12万5000人 战车有121辆 还有其他的物资等等 不过这些数字其实 长期来一直都有一些争议 因为还有一些平民 到底有多少是纯周三人 部队里面到底又有多少是就地补充的周三人 其实这些数字一直都不是很清楚 什么是就地补充 其实就是拉夫直接把人给带走 报纸那个时候说 除了战阳周三撤退成功 像中央日报他还说 这次撤退有三大特点 包括保密成功等等 可是也有最大的遗憾 就是人民离情异议 至于后来发现的刊物 比如说像是银海同舟等等 其实也不会写这些 可是在周三大事抓兵 这个是事实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十字方伯伯 他13岁被抓了过来 我的外婆六十几岁伯 到处抓我 男生嘛 你这不会抓 找到我们这个营长 他我不能放你 拿什么钱给我 我也不能收 我被那个长官知道了 被枪毙 而且我抱你 按照回去的话 半路里 那个军队永远把他抓到的 没有用的 人到这个时候 我心上也软了 我都后母讲了几句话 他也好好的 乖乖的跟部队去 那他 你要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 好好的保护自己 那个时候几乎每一家都有人在哭 因为都有人被抓走 那像是伯伯他到了部队 努力自修 后来一路的念 也做到了老师 发展的还不错 所以我们只能说希望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那回过头来讲 那时候对岸的华东野战军 他其实都没有发现吗 一方面是时觉 一开始就下令海空军开始扬攻 另一方面其实是从11日开始 海上开始起了雾 而且越来越大 到了14 15 16日 海上都是漫天的来雾 能见度甚至也不到20米 军文社的记者刘亦夫 他讲说最特别的是 这个雾非常的怪气 只有在海上飘 可是岛上却非常的轻达 所以机场的飞机可以来来去去 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听到这里 我们可能有可能会觉得说 会不会是连老天爷都在帮忙 其实周三的气候 本来在这个时间点 就差不多就很容易会有浓雾 我们随便在网络上搜寻 就可以发现到很多类似的新闻 我们在看军史 有时候最好还是贴近科学 这个怪力乱神的东西 还是少讲一点 屏出感情 会比较可以看得清真实的情况 所以那时候在国军撤退的时候 就算没有百物的帮忙 解放军他都不知道 到了5月15日 已经有发现到 国军似乎有后撤的迹象 次日确定以后 三野第21、第22 还有第23军立刻出海攻击 很快的就控制定海、戴山、附陀山这些岛屿 没有经过什么的战斗 不过国民政府那个时候还是在周三群岛 他有一个叫做圣势列岛 留了一小批的游击队作为象征 到了7月6日 华东京区出动了6艘的舰艇 兵分三路 很快的把大小阳山这些小岛 统统都占领 到了霸日 全部就是夺取的圣事殿 我们又要来事后诸葛 你觉得当时如果国军没有撤走的话 到了6月之后 树域强攻是有机会拿下周三的吗 树域在登部岛战役之后 他是建议 他说蒋介石已经把台湾部分的兵力 移到周三 而周三又没有内应 如果要死打应拼的话 损失会非常的大 所以要延后攻击的时间 加紧发展海控军 那这个方案获得了同意 所以毛泽东就把 刚成立不久的海控军 抽掉的部分过来支援 那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后来在1950年3月底 会有米格15现身上海 宁波会出现怪机场的原因 其实周三那个时候 兵家民人数大概有70万人 他的海场丰富 可是本身不太常粮 他的粮食那个时候主要是从台湾 那还有就是跟大陆对面做走私贸易 所以如果米格15一旦发威的话 夺取了自控权 那自海权相对的也很快的就不会有人 那树域呢也许会为而不打 为一段时间 到时候等你没有粮食的时候 周三的守军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他只有两条路 第一个就是冒死登陆 看能不能打开一条深路 我们最近连续讲了好几集的岛屿争夺战 不管是输或是赢 我们都可以看到岛屿战争 其实是胜者全拿 过程是非常残酷的 是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 很多类似这种在摊头制裁的这种 那总之呢 因为他真的是非常残酷 像古宁头还有登不倒战役之后 树域吃了亏 可是他也进化的很快 所以也是一样不打 没有把握 没有准备的战争 那国共双方因为都有这种提认 所以没有在周三真的打起来 否则10万人登陆 两边就不知道要死多少 对讲到这边呢 其实我们还是有点难以想象 摆了这么多有一战之力的兵将 说走就走 总感觉是一个政策上面的急转弯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情势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可能已经非常危急 所以报纸才会刊登 蒋经国他的公开信 就周三国军为什么要撤退 那他的公开信呢 还喊出了台湾第一的口号 还说未来的100天 会是最危急的时刻 可是只要撑过了这100天 就可以撑过一年 所以我们知道蒋经国 他其实有透露了 这其实是最关键的100天 蒋经国说的其实指的是 术豫那个时候正在策划动员 滑东军区用50万的兵力来攻台 所以必须要集中兵力 全面就是全力的应付 在林孝廷他的意外的国度这本书 他也提到美国使馆的武官 那个时候也私下的预估解放军攻台的时间点会在1950年的6月15日到7月底之间 所以等于周三一撤军马上就要紧接着就是攻台的渡海战争 所以从周三撤退来的部队他们在海上集结 然后再到台湾都一下船 其实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休息 马上就开始整训 像是52军 他们就是直接拉到了浮口去整训 不过他们并没有等到解放军攻台 而是寒战爆发的 大家都在私下一论纷纷 是不是要去打寒战 大城岛撤退发生在1955年的2月 那个时候来台的居民人数有3万多人 其中所谓的大城一包 大概有一万八千人 他们分布在全台湾35个新村 台湾现在还有少数当时从大城岛撤退过来的居民 不过我想我们今天先从一把很特别的大城之鉴 我们来说这段故事 为什么会有大城之鉴呢 因为这个是在一江山战役之前 解放军其实内守已经多次的轰炸大城岛 国防部长余大为去视察的时候 他收集了炸弹落下来的碎片 把他带回台湾 请兵工厂专门用手来铸造若干八大城之鉴 那个时候46师138团第三营的中校营长黄志忠 他驻守在三大城的二山高地 这个地方距离一江山最近 他后来升任国防部作战次长 所以余大为也特别送他一把 人工打造的土造 余大为因为他抗战的时候当兵工厨所长 中共轰炸大城岛 丢下来的飞机炸弹有破片 破片收集回去 到兵工厨所收集 手工打造 法国有大城有功能 我有一个 我次长有一个 江中林有一个 还有一个美军工厨有一个 黄世忠中将他年纪这么大 他头脑跟那个表达能力都好清楚 我们特别注意到说 他帽子上两颗星星非常显眼 看起来很帅气 那为什么会把这个剑送给他呢 他的记忆力是真的非常强大 黄中将他说 他驻守在岛上的二山高地 是奉命完成爆破指挥所 还有雷达站的任务之后 他是最后一位大城岛 就是掩护部队彻底的指挥官 是在2月14日才抵达基隆港 所以余大为对他的印象很深刻 那至于那个时候 这把大城之剑到底做了几把 他并不清楚 估计数量是非常的少 所以是真的有这把剑 而且老谭应该也有看到 你有没有趁机就是摸两下这样 机会难得 当然一定要摸一下 还握了 我们看影片 其实可以发现 以前很有名的金门菜刀 他们用炮弹的弹壳来铸造 都是呈现钢铁的材质 那这把大城之剑 它呈现的是铜的色泽 所以那个时候收集的炮弹弹壳 应该是属于有铜的材料 这个铜壳的材质是挺有意思的 以后有机会请老谭 再帮大家科普一下 那黄将军在影片里面提到的说 这个大城岛曾经遭到轰炸 那当时的背景大概是怎么样 韩战结束 大陆把60万大军由韩国的战场 彻底到东南沿海 预备对大城岛 还有金马地区展开共识 大城是位于浙江省沿海 1954年国共就已经多次的发生了空战 国军这边因为那个时候 它的喷射机的航程不足 没有办法有效的支援大城地区 所以局势就逐渐恶化 实证局以前出版过一本 《大城转禁与炮轰还起》这本书 他里面提到他说空军的F47飞到大城 因为油料有限 所以顶多只能在大城附近 制空十几分钟 就必须要掉头飞回台北桃源 米格15因为有地力之变 根本不用缠斗 他只要等到你油料耗尽了 准备要飞回去的时候 他就开始高速追击 所以国军非常的难打 到了9月3日 解放军对金门发动的大规模的炮战 也就是很有名的九三炮战 引发了第一次的台海危机 11月1日有10多架的米格15 掩护了13架次的轰炸机 开始首次的轰炸大城岛 11月14日 在大城岛驻守的太平号 是很有名的一艘 我们以前有稍微讲过 他招解放军的一堆快艇给进没了 国军在大城地区的战斗力 就迅速萎缩 因为你没有制空权也没有制海权 只能固守而已 这样听起来大城岛应该是被 总共被轰炸过好几轮 这个是大城岛所有居民的共同记忆 以前我去永和吃过 有一家很有名的馆子 叫做战小鹅江浙小馆 老板娘今年应该是80多岁了 因为那个时候去吃的时候 她说她已经坐了快要40年 她说她是14岁来到台湾 当时大城岛没有什么汽车 他们到了台湾以后就被风发到 宜兰的罗洞 她说晚上听到汽车的声音 她妈妈都以为是飞机呆了 就吓得赶快要躲起来 所以这个战争之后的那种创伤症候群 其实对他们来讲影响是很大的 是 没有错 轰炸其实是非常的可怕 根据樊世忠将军的说法 历次解放军进行轰炸的时候 其实大城的死产是很多的 炸弹下来了 有的掉到海里面 有的掉到岸上 一江山同时要丢 我们也都连书炸了差不多将近三个礼拜 第一次轰炸 那就伤亡很大 那就让海军伤亡最大了 根据陈宗璀宗将他的说法 他是浙江凤化人 在他的字传里面 八十年岁月这本书也提到 那个时候轰炸的时候 攻击是由西向东低空飞过来 国军的舰艇 还有四十六师所有的高射机枪 全部都对空射击 一时之间枪炮还有炸弹声 整个预动 预备队的营区落下了很多的炮弹 有的命中 有的就直接落到海里面去 他们所养的鸡鸭大部分都被炸死 海中的鱼类也几乎没有幸免 可以想而知 就是之后海上一定都是炸鱼 所以其实老板娘 他听到这些汽车声音会吓得躲起来 他那个心理阴影想必是很大的 所以于大为他接国防部长之后 到了大城才下链把所有弹片都收集起来 运到台湾 因为他以前是冰空署署长 铸造的一些大城之间 送给防卫大城岛有功的一些将领 还有将官 其中也包括美军 也因为自己去视察过 所以他才建议蒋介石不要再去守大城 所以于大为是当时的国防部长 他建议蒋介石不要再守大城 除了因为台湾距离有点远之外 当时去支援他那个防守 其实有点难度 应该还有一些背后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的 是 而且现在大城岛撤退其实很少人在提了 所以有提到的时候也是几句话简单带过 这老谈是不是有一些第一手的资料可以跟大家分享 大城岛的撤退是发生在1955年2月 表面上看起来 它是受到1955年1月18日一江山战役的影响 不过准备放弃大城其实是早在1954年9月20日 于大为接任国防部站了没多久的想法 我们先前访问的房志忠将军 他后来升到国防部作战次长 他与于大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经常陪于大为巡视 他说于大为是一个怪人 戴个月传新帽 个子又矮 只要他遇到立法院咨询 他就一定飞到外岛 于大为当国防部长 他这个人很奇怪 第一次到大圣岛 到大圣岛我们一看 这个国防部长不是军人吗 戴个团新帽 穿个那个衣服 大个人过得这么矮矮的 来了 他说我到了国防部长的办公室 坐了五分钟 上个厕所就出来 落海空军总司令参谋长 参谋总长 你这个总司令跟我一到 去金门 看了部队以后 我就回了台湾 当国防部长 他不大管 第一个立法院开会 他不大愿意去 逢他立法院开会 他就外套 国会立法委员 部长不来 他现在电话可以通 他本人在马祖 在金门 是在哪里 这样子 这个人也很奇怪 他不去国会报告 他说我不会被修理 如果去过金门的余大为纪念馆 无论是他那个照片或是他的蜡像 形象真的跟黄将军所描述的非常符合 没想到他的个性一样是非常的有特色 对 这个其实黄将军讲了很多余大为很有趣的故事 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讲 总之余大为是一位行动派 他回到台北 马上就对老蒋报告 他说浙江已经有了陆桥机场 距离大城只有55海里 台湾的桃圆空军基地 距离大城是220海里 国军的次因素的F47 对岸是超因素的米格15 一起飞就到大城 没有空优 你海军就一定会被炸 海军瘫痪了 那大城就会窒息 我们过去讲了很多 有关于老蒋喜欢要人死守的这种故事 所以老蒋不会立刻就答应或听进去 那余大为于是在9月24日 跃见了美军顾问团的团长 这很有名的蔡氏少将三头对策 之后在10月20日 余大为又搭乘了空军第五连队 作战科长钢宝蒲上校他所驾驶的RT33 直接飞到大陆沿海进行征兆 直接到空军桃圆机场那个中队 找到钢宝蒲那个飞机员 开着这个空军的这个T1机机的飞机 就是征兆可以照相的那个飞机 从桃圆区上出海 第一天就看金门马祖当面 第二天就看大城当面 我们在上一集就有提到过 一江山战役是发生在1955年的1月 也就是说一江山战役之前 余大为就已经主张放弃大城了 对所以樊将军还讲 蒋经国在这段期间 总共去了六次的大城 余大为去了五次 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城守不住 可是没有人敢说 连蒋经国都不敢说 因为蒋介石的故乡是在浙江 所以也希望说能够保住大城 然后作为将来防空大陆的跳板 最后最危急的时候 蒋经国还亲自把蒋介石 要降临死守的这些亲笔信 亲笔手遇送到大城 交给那个时候的防卫司令 留定一 总之到最后 其实整件事情促成大城撤退 最重要的人物 其实还是余大为 看到回去以后 不是于空中照相吗 照相这个图 我想这个已经下了死守的命令 谁敢反看给老总的交 不守了 放弃大城 谁敢讲 没有一个人敢讲 蒋经国也不敢讲 只有他敢讲 这他亲自跟我讲 他说包括总统 大城守不住 第一个我们没有空优 第二个距离太远 第三个那天我们没有飞机场 连补给这么多很困难 这么打来啊 既不能守 又不能退 退也退不掉 必须这些人都将来都会死在太平洋 所以原来如此 我看到那黄将军 他其实还有拿出来 那个蒋介石当年要求 死守的那个亲笔手遇 套一句年轻人的网络用语 大城岛决定撤退 这个结局根本就是神展开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不过也很好理解 因为我们前面说 一江山的陷落 不在于岛上的反攻救国军 第四大队 他的战斗力到底行不行 而是在于说 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 其实是什么都做不了 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 陈宗锤中将 他是后来升到总统府 四位是少将副四位长 在他的书里面 他提到说 本来那个时候 有计划要派 四十六四一三六团的副团长 文伟善孝 带第三营去征援 结果气候不佳 再加上没有海空支援 真的就只能看着一江山陷落 因为一江山陷落之后 国军很明白就根本已经守不住了 那四十六四有将近一万人 马上就变成了海上孤军 又没有运步 又没办法撤退 就算你想学毛泽东很有名的 对境战略 突击温州湾 做最后一搏 也没有机会 因为你也没有船 由于美国一开始 在大城岛本来是有西方公司 定位为是一个攻击基地 但是并不负责还手 所以美国不愿意介入援助 最后迫于形势 蒋介石才接受了美国总统 艾森豪他所提出来的大城撤退建议 并且在1955年的2月7日 发表声明说 撤退大城居民 集中兵力要来巩固台澎金 不过喜欢要人死守的蒋介石 那个时候对外宣称 还要在南极岛继续的坚持下去 不过到了2月24日 南极岛的居民还有守军 也全部都撤离到台湾 所以其实看起来美国建议撤退 他除了美国不想要介入 这个所谓的外岛防务之外 于大为的建议 其实还是有产生一定的作用 对那讲到这一段 其实房世忠将军 他是非常有感的 他说在1954年11月1日 大城岛第一次遭到轰炸 那天炸完了 岛上的美军顾问 其实就立刻奉命撤退 我说你怎么走 他说有飞机 接他们起来 因为他手上带着有枪 他说我留一个纪念品给你 一块钱 一块那个我们的原大头 那个钱上面有个洞 他说没有时间 他说他可以把这一块钱丢上去 打个洞送人去 所以黄世忠将军的故事 他都真的很有趣 美军顾问团走了之后 老蒋对这个大城岛的态度 应该就会更明确了 11月1日 解放军轰炸的第一天 美军顾问就走 态度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 那老蒋应该也知道 那只是以他的个性而言 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 等到一江山陷落 虽然说那个时候报纸的宣传说 要同岛一命 就是要为一江山服从 可是当美国提出建议的时候 这个时候老蒋也就顺势皆求 讲到这里 我们顺便附带一提 我们前一集 因为讲的是一江山 提到说 那个时候解放军是在 原月18日打开进攻 大陆的说法是19日 其实战斗就结束了 那台湾的说法是守了三天 那我们那个时候并没有刻意的在 到底守了一天还是三天 在这方面做一些讨论 只有提到说 感觉上这个所谓的三天 应该是有刻意的被延长 不过呢 因为今天既然提到的 于大为的大臣之介 也提到那个时候在三大城 二乡高地的 黄世东将军 这是以他为主角 所以我们根据他的说法呢 其实那个时候真正就只有打了一天而已 这个一江山那是700多个人 报纸上面等说经过三天 就占领了 其实呢 一天就解决了 我就听不到枪响了 里面噼里啪啦啪 清少战场 实际上我论里看得很清楚啊 因为我那个阵地上的望远镜 不受陆军的望远镜 是海军那个 这个余大为来的时候 他说看不到那个望远镜 没有用啊 他第二次来啊 就把那个海军 海军的报废的船 船上的那个三寸的 那个那个望远镜 给我们以后架在那个地方 哇我看 那卫兵 哨兵我看得很清楚 所以呢我们猜测 这也是报纸宣传 全岛官兵事实坚守 要为一江山复仇 结果呢 马上又急转弯的原因 所以才会有大臣岛撤退的这段故事 台湾的多元文化 也才会有大臣岛的元素 大臣岛撤退 余大为是率先提议 美国也认为不可守 老谈之前也有提到说 即便是连蒋经国都觉得要撤退了 仍然带着这个蒋介石的手遇到大臣岛 我很好奇的就是说 大臣岛在老蒋的心中 一定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 是 蒋介石他的故乡是在浙江省 所以他当然也会希望说 能够由大臣岛来作为跳板进行反攻 反正在最危急的时候呢 蒋介石那时候还写一封信 要给刘连一 后来做了调查局局长的省志愿 还有福星等人 说这次的浙海战役呢 成败关键在于大臣 如果能够死守确保 那么就可以转入为荣 国际观感也会改变 在这个危急春晚之秋呢 应该要先做到近期在我 还有求之在战 在元月23日那天呢 四十六师所有的全体官兵呢 就撒血宣誓于阵地共春晚 每次战争进行到这种时刻 人们总是会一方面佩服 就英勇无畏的这些官兵 另外一方面呢 也会觉得说像这样子的悲壮的气氛 是不是有一种宣传战的效果 这个是在战争时期 必须不得不做的 那对于这一段呢 黄将军特别有感 他说那个时候 他们一天就搞定了 有的老兵呢 有些老兵很可爱 啪一刀不下去 就该个打印 在邦恶欠书 于阵地共春 反共抗俄 刺青了 自己搞的 那老兵反正回不了家 只有反共大陆才有希望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得到 就是除了报纸在报道 前线大陈岛上的官兵 他们在宣誓效忠 还有台湾本岛也在进行 所谓的动员 鼓励青年重军 像这样无情的战争 都会让人家有一种 苍凉悲壮的感觉 战士们当时的希望 其实也就是在寄托 能够再重新打回去 他们的家乡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看 一江山战役的时候 还有大陈岛撤退的时候 那时候上演的同岛一命 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 樊世仲将军才说 他们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成家 整个团只有蒋仲林一个 也就是后来做了国防部长的蒋仲林 在台湾有老婆和小孩 所以在他们全部都动员 宣誓死守之后 他就把薪水交给蒋仲林 寄回台湾 他说如果我幸存 那钱再还给我 因为他还要娶妻 那如果不幸挣完了 这笔钱就给你 作为你小孩的教育费用 那后来呢 黄世仲娶了同围军人的妻子 陆树珍 蒋仲林呢 就成为黄世仲婚礼上的介绍人 全团官兵只有一个蒋仲林 后来当国防部长 只有他有太太 后来当营长啊 死守那怎么办呢 我们都有钱了 那个钱是票子 那个时候一个月九十块 加起来有两三年的钱也不少 我说那个阵地第一个 没有老婆心 第二个没有商店 出太阳的票子 也没有保险柜 也没有银行 也没有邮局 放哪里啊 一个小包包 晚上睡觉整头地下 后来放久了 以后不对了 票子发霉 发霉什么 出太阳 就船里那里晒一晒 像基层老兵这样用刀一化 爽快的以写为事 那军官也把自己的薪水都捐出来了 这样眼看的就是要决一死战 当然最后是没有发生 因为在于大为的不断力劝之下 还有再加上美国愿意派第七舰队来协助撤退 所以整个结局是转弯的 于大为呢 他是在元月二十七日 他来到了大臣 带来了执行撤退的竞杆计划 紧接着呢 蒋经果呢 他在元月三十日也来了 他却带着蒋介石的首令 要降临了 不要心存撤退的念头 还说 撤守大臣是国军的尺路 可是为了便于作战呢 应该要先彻底居民 当时可能很多军人呢 也会觉得有点矛盾 对对对 总之呢 撤退是在二月七日 离民了 正式的展开 陈中垂呢 在他的书里面提到 他说美国的舰队呢 在大臣前换的海域呢 部署了一个半夜型的保护网 掩护大臣军民 开始撤退 那这支庞大的舰队呢 包括了六艘的航空母舰 总共有132艘的各种军舰 入业的时候呢 舰艇灯火通灭 陈中垂说 这个是明目瞻胆的军事行动 想必一定有示威作用 总之呢 在整个撤退过程 并没有发生太多的这种意外 撤退行动呢 是先从军民开始 然后是军人 最后呢 撤出了国军一万多人 岛上的防空救国军四千五百多人 平民有一万八千多人 还有其他部分的军需物资 那带不走的呢 就用炸药把它给炸掉 我们看蒋介石过去在大陆作战的时候 面临到这种情形 经常是使用焦土政策 所以呢 那个时候大城岛到处都是放炸药 能破坏的几乎都炸关了 2月13日的中央日报 他就直接说 经过爆炸焚烧 大城已成失岛 只剩下串来串去 跑来跑去的老鼠 变成了主人翁 这一段过程 后来做到海军总司令的刘关凯 在他的刘关凯将军报国一晚 这本书里面有详细的记录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找来看一下 像这样的焦土作业完成之后 大城岛上面真的就变成一片废墟了 是 姑息连老鼠我觉得都很难生存 而且这样的焦土 是不是会给民众带来一种 破釜成就的一种感觉 对 因为那时候认为 只有焦土政策才能展现决心 也才能够激励人心 所以呢 报纸那个时候还讲说 那个时候有好多的 自愿冲军的爱国青年 纷纷报名 准备要冲军 那像这样子的焦土作业之下 大城岛的人上面所有的人 应该都是跟着 这个策队的这个舰队回来 我们那个时候看那几天的报纸 几乎天天都是在报道 大城一包 就是大城居民来到台湾的消息 希望说大家能够一人一员 来救助这些大城一包 那个时候报纸还讲说 只有一位老人 就是怎么样都不愿意 其他人大家都自愿过来 另外为了要照顾一江山的遗孤 还有从大城岛过来的孤儿 所以后来也有了华兴医幼院 来照顾他们 报纸上他写的真的是真的吗 就是是不是要有部分的人 要跟岛上共存 大陆是有资料说 就是有大概300多人不愿意 结果被集体丢到荒岛 台湾这边说只有一位老人不愿意 我们之前去永和 前面有提到的 张晓娥江浙小吃馆的吃饭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特别去问过老板娘 他说都是自愿的 在大城岛被轰炸的时候 有一次蒋经国刚好在视察 还亲自被走不动的老人 进了防空洞 他说相当的感人 大城岛都知道 所以后来要撤退的时候 大家都是自愿过来 而且这也是为什么 蒋经国在过世的时候 大城岛人会自愿 为蒋经国匹马带校的原因 说到这边 在前一集一江山战役的时候 有网友留言提到说 很多大城人 后来到美国去开餐厅 刚好老坦提到的这一家 张晓娥江浙小吃馆 也是一间餐馆 所以老坦你有真的吃过 真的吃过以前 不是现在 他们的菜其实很有大海的味道 真的是味道很好 炒年糕还有炒鱼面 这些真的都是一流 因为我真的有在新店 在其他地方也吃过的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家真的口味道地 因为老板娘应该也都80多了吧 那有没有在开 我就不知道 总之类似像这样的情形 其实在台湾其他的大城新村 也都可以看得到类似 比如说像花莲农家 他旁边就有大城新村 也有他们自己的信仰中心 之前去的时候 看过他们路边 还有画有大城的地理位置图 还有故乡的一些标志性的 对对 壁画 在不怎么热闹的马路旁边 也有什么大城年糕 这些家乡美味 对这些大城衣包来说 他这真的是家乡味 对我们这些饕客来讲 可以品尝到从大城来的美味料理 其实也要感谢这群人 把这个传统文化继续坚持下 那至于刚才有提到说 很多人去了美国开餐厅 那个时候我记得老板娘 她说因为大城岛是海岛 为什么会有人去美国 主要是因为跑船的原因 一个去了 接下来就可能带另外一个 反正就是慢慢的 就变成一串落众 就很多人去 他自己都去了美国 大概两年左右 他后来回到台湾 40多岁了才开始开餐厅 我就是跑船跑船都跑上去 对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 都跑船跑上去 这边台湾那个时候 我们年纪的 有没有生活没有这么好吗 那到美国去 每个地区去 在那边餐厅开的好处 他们都拿到预谈了吗 他说以前他年轻的时候 妈妈在杀生鱼的时候 他都不允许去做 因为觉得太臭了 然后自己开的餐厅 生意越来越好 最多的时候 一天要杀到200斤的生鱼 那这些生鱼处理好的以后 就塞在永和新电锡的提法